各大銀行的 3 個月定存息率終於有所上調 6 里優惠繼續有之餘 達到 4 里的選擇亦比比皆是 連末期都有 4.9 里的優惠 當然每一個計劃的門檻和附加條件都有些不同 所以今次我除了為大家精算出 6 月最高息港元定存優惠之外 還會和大家比較一下在不同的情況下 做哪一個優惠最值得玩 另外,上次有觀眾留言說 在虛擬銀行放錢沒有保障 所以最後我們亦會談談 究竟在虛擬當定存是否安全 當然,看之前記得幫我們訂閱和讚好 給我們動力繼續更新吧 首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4 大銀行的息率走勢 匯豐銀行營身定存優惠仍持續 即是上個月介紹過的 匯豐卓越理財專上全新客戶 3 個月定存息率享有 4.3 里的優惠 門檻和開納條件我不重新說過了 詳情可以看回我們 5 月的定存晚人包 至於原有卓越理財專上客戶 網上開納三個月定存 就保持起 3.6 里至 3.3 里 各類型客戶起存額 都需要港幣 1 萬元的薪資金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 匯豐銀行為了搶新客 最近推出了 4.9 里的活期存款優惠 你沒聽錯 連活期也有這麼高色 不過當然要看清楚玩法是怎樣 在 6 至 7 月只會用手機 App 開納匯豐溫戶口 開戶期後 3 個月的獎賞期內 存款在現行年利率上 可以享有額外的年利率 存入首 20 萬就可以享有 2.2 里的年利率 而其後 10 萬元以內享有 4.9 里 簡單計算一下 即是首 30 萬的新增資金 3 個月 可以賺大約 2,325 元 相當於年利率 3.1 里 經過計算後 實際最高的息率仍然較一般定存低 但勝在存款期內提款不需要付額外費用 有較大的自由度 而且匯豐溫的開戶門檻也很低 Zadar 和中銀香港的存款利率基本上沒有變化 不過收到一封 恆生的特選客戶 可以享有 3 個月存期 4 里的優惠 但只限收到有關訊息的客戶開納 而其他客戶最高暫時只享有 3.6 里 四大行之間比較 仍然是中銀香港的利率稍順 上述 4 間銀行的優惠門檻也沒有變 只需要存入 1 萬元港元的新資金 不過只限網上理財開納 另一間大行花旗銀行今個月也有還擊 和匯豐一樣都瞄準高端的理財客戶 開納全新私人客戶業務戶口 做 3 個月定存可以享有 4.5 里 但這個戶口的門檻也挺高 資產值需要達到 800 萬港元 低一些門檻的 CityGo 戶口 資產值需要達到 150 萬元 全新客戶 3 個月定存會享有 4.4 里 同時要滿足兩大條件 包括要申請綜合財富、管理服務 及達到合資格投資或保險結存 7 萬 8 千元 在此提醒大家 大新銀行 6 月推出的 3 個月 4.8 里的特選分行例如 經過我打電話查詢 今輪的優惠名額已經滿了 目前 VIP 客戶 3 個月定存優惠只是做 3.7 里 大家最關注的 6 里之選 暫時只有健康亞洲及工人亞洲的新客戶優惠 開納方法及門檻 亦可重溫上個月的定存冷人包 想簡簡單單 不想做有沒有那麼麻煩的食飾一族 可考慮大眾銀行的優惠 以手機開納定存可享有額外 0.2 里的年利率 傳入新資金 50 萬以上 3 個月定存可享有 4.2 里 比上個月增加 0.1 里 門檻較低,傳入 1 萬及 10 萬元 亦可分別享有 4.1 和 4.15 里的優惠 但這個優惠是需要新資金的 不過就沒有指定是全新客戶 近日重返 4 里式的富邦銀行 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手機銀行開納 12 個月 6 個月、3 個月和 2 個月都有 4.15 里 而最短的 1 個月有 4 里 起存額亦由以往的 100 萬 降至只需 50 萬就可以了 更驚喜的是,連現有資金都可以享有優惠 虛然銀行一向都是低門檻之選 可惜的是,暫時還有 4 里式的 只剩下 BAO Bank 它的 3 個月至 12 個月全期利率仍然在統一 4 里 門檻只需 100 元 仍然是不分新舊客戶和新舊資金 不過有觀眾擔心虛銀開戶的安全性 其實本港 8 間虛銀都受到金管局的嚴格監管 而且也有參與存款保障計劃 如果你擺合資格存款的銀行不幸倒閉 你可以獲得最高 50 萬港元的補償 這個合資格存款包括了往來戶口、儲蓄戶口 用來抵押的存款和年期不超過 5 年的定期存款 而且任何貨幣為單位的合資格存款都受到保障 而保障額今年 10 月還有望調升到 80 萬 大家可以在銀行的網頁看到這個標誌 總括來說 6 月的高息優惠似乎都是針對開設高端戶口的新客 當中包括了匯豐 3 個月息率 4.30 里 以及花旗銀行的 4.5 里的計劃 全城最高的 3 個月港元定存就有 6 里 仍然是別行亞洲和工人亞洲的新客戶優惠 但存款上限都未有上調,仍然只限 10 萬元以來 而 4 大 行除了匯豐之外,恆生也推出了特別優惠 中小型銀行重返 4 里 大眾銀行和富邦銀行門檻也不算太高 短至 2 個月全期都有 4.15 里 而且富邦以舊資金就可以開納了 想再彈性一點都可以開納匯豐 1 戶口 參加其活期存款優惠 當然最低入場費仍然是虛銀 PAO Bank 以現有資金 100 元開納就可以有 4 里 是新手做定存的最佳選擇 再次提醒大家 每一個計劃都可能有其特定的要求 記住看清楚條款細則 或直接向銀行問清楚才落決定 資訊欄亦有持續更新的文字版 按下去連結就可以看到更多定存優惠的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興濱報告 請訂閱我的絢貼 按一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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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